有言有才,谷爱玲入籍中国后摘手金三战拳夺牌图 2019-2020赛季自由式滑雪世界杯14日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展开U型场地较量 中国选手谷爱玲在女子比赛中摘得金牌 以资格赛投名晋级的谷爱玲决赛前两华分别得到83.20分和92.60分 第三轮他滑出全场最高分94.00分 从而将冠军收入囊中,赛季出的新西兰卡卓战中 谷爱玲曾获得了一枚银牌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她代表中国出战后获得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这只是谷爱玲第二年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而且U型场地还并不是她的主项 但在自己的第一场U型场地世界杯比赛中 谷爱玲就拿到了一枚银牌 赛季尾声的洛桑东青奥会世界杯卡尔加里战 谷爱玲又连拿两斤 而比起卡卓战时试探性的表现 谷爱玲本战完成了正华转体900度 动作的多样性、难度甚至是完成高度和流畅性 也足以机身U型场地一线选手行列 主场作战的雷卡克以89.20分获得亚军 排名第三的是俄罗斯选手瓦杰米多瓦 成绩为87.20分 入围决赛的另外两名中国运动员 李方慧和张可欣分裂第四、第八 男子比赛中 英国选手谷肯沃西凭借决赛第一华93.20分称雄 加拿大人布麦凯和美国选手 比欧文分货亚军、季军 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卡尔加里战15日 还将进行男女泼面障碍技巧比赛 今年16岁的谷爱玲本赛季表现十分优秀 此前结束的瑞士洛桑东清澳会中 谷爱玲共参加了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自由滑滑雪 泼面障碍技巧三个项目比赛 最终收获了二金一银的好成绩 至此 本赛季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世界杯五战分战赛 全部结束 只参加了两战比赛的谷爱玲拿到一金一银 以180分排名第五位 再次参加了两战比赛